台湾与全球15个国家 其中有10个是欧洲国家 为了让欧洲青年更了解台湾 日前驻欧盟代表处举办度假打工说明会 比利时青年表示 台湾的美景美食令人印象深刻 代表处邀请几位曾经在台湾居住过的 比利时青年分享来台趣事 有人说在路上听到播放音乐的车子 以为是卖冰淇淋的车 赶快拿钱跑出去 却发现大家手里都拿着垃圾袋 对来台度假打工 比利时青年展现高度兴趣 台湾有着丰富的人文美景 美食更是具有吸引力 比利时青年表示 向往来宝岛意游 见识不同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